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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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來妙論廣場 上半場雙方都得到九盞燈 即是打和的 為了考驗兩方面的實力 我們的評判是預備了一些尖銳的問題來問大家 請聽聽 有請石玲小姐 謝謝 我是覺得有錢是好 即是多錢是好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有錢、多錢的話 你可以任何做甚麼都可以 吃甚麼都可以 吃海鮮、魚翅 如果你沒有錢就吃不到這些 還有住也沒那麼好 那你是不是想住得沒那麼舒服呢 或者想吃的東西也吃不到呢 還有如果你有錢多的話 你可以做善事 可以幫助窮的人 如果一個國家是有錢的話 他自然也生活也安定 人民的人會好些 親切些 不會那麼多 又不會有世界大戰 那既然是這樣 為何不有錢呢 我覺得有錢是好事的 各位主持人不能說 剛才謝玲小姐說 有錢就可以吃很多好東西 例如海鮮、魚翅 但不要忘記 會令你偏食 營養不足 第二 第二 他又說 他說有錢呢 你可以住靚屋 沒錯 那些賊會知道你住靚屋 會走來光顧你 打劫 第三 他說有錢 你就可以 國家有錢 令到那些人富足 但是不要忘記 你會富花 譬如那些 沒有朋友 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做人 沒有真正的朋友 是很慘的 那你們對於 這個煩惱 是怎樣解決呢 誰想回答 你有 有錢 多根本就沒有煩惱 如果你沒有錢 就看不清楚那個人 因為你有錢 認清楚那個人 正所謂 曹操也有關 知心友 關公也有對頭人 對不對 各位 好 是 猛上客 食客 三千 全部都是有識之士 是不是 不是傍友 對 我們爭取時間 開始這個部分的爭論 好 請大家舉手 有誰想說 是 這裡 剛才3號的朋友 講那麼多佛學 我們又不是師姑和尚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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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和尚師姑也要化園 是不是 好 最近我朋友說 勤見夫妻百事哀 其實我是未必的 俗語說 有情飲水飽 歌仔可以唱 含兒八方也好好地 好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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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朋友說的話 是不要相信的 我想問問你們 今天你們來呢 為了什麼 貴了 獎品 二萬多元的獎品 好夾 這個遊戲 體育精神 就是周夫人說 當你有錢之後 你們將會失去很多 真正的朋友 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得到很多錢的時候 你會覺得 所失去的會多於得到的 所以得到很多煩惱 這裡 這裡 錯了 有錢不是為了沒有朋友 朋友不是用錢來定義的 朋友是用有情的朋友 不是有錢的人 就是沒有朋友 這個是錯誤的 好 對方說的話 就是似是非 語無倫似 為之吹象 說開吹字 我告訴你 好 有錢是欲望的吹情劑 健康的吹殘劑 感情的吹化劑 就可以對你的家庭 吹散了 現在阿楊先生 出去我 給他 麻煩 我想剛才那位朋友 游表你錢 那方面不懂得處理 所以才有這個問題 如果說 那些人 有些劫備 都是為了錢 他沒有錢的時候 他為了要錢 去打劫 去反毒 然後他有了錢之後 他又怕著那些 售家 又怕著那些 警察拘捕 他又是煩惱 這位小姐也不值得起床 說話 如果說有錢 用甚麼來打劫 那又沒有人去打劫 那又不是 沒有人去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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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的單身女性 找不到她的男朋友 很難找的 你說是不是白姐姐 起碼分難一點 那絕對不是 你可以多很多選擇 多一點時間 如果你是很慳劍的 人家說你孤寒淋食 但當你是豪爽 人家說你廢伏折福 這件事 令到你自己 要很小心處理自己的問題 這是煩惱的根源 在說煩惱 現在要小心處理 就沒有煩惱了 對嗎 對 我發覺如果再咬下去 就會有一個友誼的戰爭人 用手打 火藥味很重 大家都是針針見血 拳拳到肉 不過怎麼說 都是要評判給燈 我們請評判 好 有了我們鐵面無知的評判 給正方的燈數 麻煩 1 3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9 停了 現在請評判給反方的分數 麻煩 三方的朋友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9 19 18 好棒 大家都看到 現在是反方與20 盞燈取勝的 對,就贏了盞燈 團體大長屬於你們的反方朋友 好,我們聽聽 團體長每一位可以得到甚麼禮品 麻煩你問 聖方的每一位朋友是可以得到 拍力牌高級錄影帶 由平和堂中標迅速的名貴禮品一份 陽服禮券200元 深容禮盒 烏雞精及洗潔精 恭喜大家 哇,獎品牌是認真恐怖 不過輸了都不用不開心 因為你們一樣是有名貴的禮品 現在就是到了最緊張的時候了 因為是宣佈三位特別大獎的得主了 有請胡英文將這個結果交過來 麻煩 麻煩 首先我們要宣佈最具勇氣獎的得主 首先聽一聽文文幫我們讀出 他的獎品是甚麼 是名將陽服禮犬1000元 和女裝手袋一個 好 最具勇氣獎的得主是 在胸口 22號 22號朋友 恭喜你22號 現在我們請評判說一下 為甚麼會給他最具勇氣獎 麻煩評判 這位朋友他就拿到最具勇氣獎 當然很有勇氣 我覺得他可以說出 他很有膽量去說出 這麼多參賽的朋友的心聲 他都是為了這筆獎金或獎品來的 還有他就是歷戰群紅 非常有膽識的 還有他能夠拋開女性的驚詞 我非常佩服他的 好厲害 勇氣可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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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評判 池豐大獎的得主 一起聽聽獎品 是名貴的女裝手錶價值 2900元 池豐大獎的得主是 10號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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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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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就是大獎裡面的大獎 就是最佳表現大獎 獎品就必然豐富了 文文 麻煩你說一下 由上頻堂家庭電器信出的電器總值 4500元 及天地場之禮券4000元 恭喜 獎品豐富 最佳表現大獎的得主是 3號 3號 朋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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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請評判分析一下 為何被這兩位得獎 是得主 7號 那位朋友 他風趣之中 帶有尖銳 思維敏捷 反應力強 如果我和他辯論的話 我一定輸 好 好 另外那位 有請周夫人給評語 我們3號的朋友來 好 我認為說話的技巧 就是說多不如說少 說少不如說精 剛才我們3號那位朋友 是說得很長的 而且又說得 句句都是很精的 好 好 他的整體表現 可以用八個字去形容他 就是 口若圓河 韜韜 韜韜 好 厲害 非常有力 各位朋友 表論感情是屬於你們的 希望你們踴躍參加 下個星期六見 再見 拜拜 拜拜